… 太殘忍了 这样虐待动物 糖果不用负责吗 我决定要上网连署 今天就有一位朋友到我們救援平台上面提案 他提案是說譴責無良傷害馬遁反虐待動物回出台灣 所以就拿來樂會享受大家討論一下 看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個協作的一名 不會跟任何這件事情有什麼關係可以容約發言 動物保護的部分的話 因為牧場裡面的畜牧產品基本上屬於經濟 動物所以這兩個業務都跟我們農會有關 所以我想我們就來擔任主辦機關 承接起來安革 經濟部的立場上經濟部可能是管理市場的整個規則 如果發生那個環境不安的問題 可競下全國崩壞城磚線 您把阿倫根拥有一個最重要 希望如果外亞確定要用警察的執法的話 相關執法的細節可以聽聽我們警察的意見 那第一名因為這個確實也是消了很厲害 接下來是不是我們還是按照我們剛剛討論的這個規則 有主責的這個能外匯的PLO 那我們可能就是來做一個協作的工作 大家好今天很高興 我們來到這個開放政府聯絡人的周回 我們看到最近正在燒的這個案子的 提案人連署人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 還有我們各部會的聯絡人們 其實都齊聚一堂來這邊進行討論 那雖然這個提案用的是比較情緒性的字眼 我自己也非常關心動物保護 但希望我們先能夠放開心 就用聆聽的方式 先看看大家對這件事情的想法跟經驗是什麼 我們再來看怎麼精進政府的作為 大家早安 我是專案羅文芳瑞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會進行的流程一局方式 從問題盤點歸納定義 到這個政策服務概念的發展 會議的目的就是說 如果越多人能夠參與這樣子的研議 那就越多人會去滿意 然後使用這樣的建設 大家好我是提案人 大家好我是這個PTT Food版的湘寧 大家好我是八卦版的湘寧 我是在於夜市賣沙威馬的糖飯 大家好我是勞動部的PO 大家好我是成人部PO 我是農委會動訪科的科長 我們在PTT的了解 沙威馬是一個阿拉伯的肉類的產品 也大量的使用國產在地的食材 現在有哲理出來大概七個問題 這邊已經有錯誤盤點一些解決辦法了 有沒有希望可以增加的 我們其實還有提供就業輔導的台灣就業通 會未來再加強在這個宣導輔導的一個部分 要幫助我們這些檔商做一些創業和行銷 每個市場其實都會有一個資資會 那這個部分的話可以結合資資會來管理說 假設最後真的有這種類似沙威馬這種東西 稀有的動物出現的話 選擇法律到底是不是有足以 足夠去保護這種新品種 今天的這個沙威馬的議題 是由我們農委會來主辦 那麼在各位各部會的協助之下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呢 就是我們的提案人跟地台相關人都出席了 我們大家一起討論 統整出的這些問題 那此外呢 經過大家的共識的溝通呢 我們也統整出這些解決的方法 我們今天所有的產出呢都會上傳到我們的數位版本上面 供奉今天所有的余會者能夠在日後需要演繹的時候 那可以上網去參考 謝謝 很謝謝大家在這個星期五我們花了三四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大家彼此對焦也達到彼此的理解 那這邊呢我們盤點出一些各部會具體可以協助的事項之外呢 那我也看到說我們會需要發布一個新聞稿來澄清這個現實 所以說我在星期一的政務會下 我會跟院長以及其他政務員朋友們討論一下 是不是看新聞傳播處可能用一個微電影的方式 大家一起來把刷碼這件事情跟大家講清楚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vari 了解 文字幕志愿者 李哲勿者 李哲勿客 字幕志愿者 李哲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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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